嘰嘰 嘰嘰 打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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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我是噩夢貓 那最近來說的話 其實獵手 因為新獵手已經回歸了 那現在 獵手來說的話 很多流派都會使用 那現在也變成說 現在很多 開始獵手流派 已經開始打更高難度的圖了 也就是說 他們會想要打這些 戰望獄啊 或者打一些那個 就是武獄 或者把怪群塞滿Juicy的地圖 因為獵手的機制 對他們來說的話 這些Juicy的地圖 提供的怪群 提供的精怪 都是他們的傷害 跟坦度的來源 反而會讓他們打得更輕鬆 所以這次獵手的一個 很強大一個地方就是 他可以去打更高難度的圖 不是因為他本身 怎麼樣 是因為 當怪量疊起來之後 他的疊層數自然會變高 疊層數自然變高的話 他就可以打更高難度的圖 好 然後現在是半夜5點29分 那我基本上試了大概 三四個小時 研究 怎麼樣 一場可以穩定的200加 因為一開始只是想要解成就啊 那大概現在測試下來 適合其中大家推薦的不同的點法 那我現在來介紹一下我的策略 那也要同時跟你講 我不是專門刷這個的 那我只是介紹這個策略給你 因為這個策略最重要的 並不是要產出這些 這些碎片 這個東西一顆55C 說句認真的 一場55C 有很貴嗎 有很了不起嗎 真正貴的是這些 詹望玉 一顆聖甲銅玉 41C 那一顆這個 14C 有一個比較貴的 我賣掉了 我自己打掉了 那個比較貴的我自己打掉了 這邊 整體而言 現在詹望玉的價格是大漲的 剛剛真正有一個密我說 他收我全部不要的詹望玉 每一個 16C收 那現在TFD的價格也一直上漲 因為太多獵手仔 想要打這些高難度的圖了 那我現在就來教你 怎麼樣去用高效率的方式 產出這些詹望玉 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剛打的一個畫面 打的一個畫面 基本上就是 把圖弄得很juicy 然後你進去之後 Lag了要死 然後把這些怪全部炸完 那現在我的示範阿 是用我的求知 三文獻的支付刀 打這個怪群 那這個 這檔也是蠻juicy的 有130他媽的那個 素物品數量 好打一打打打打打 欸跳著看跳著看 打一打打打打打我掛了 再下一場 找理由貓進來 細挑戰 再按一下 看看這檔是多少水平 好 這一場 是最高的 而且也是我試第三次 然後我就再也 再也試不到那麼高了 299片 然後順便把一個挑戰給解完了 99片 然後之後我試 最高就是200 240 220 就是有試180之類的 反正 就是不管怎麼樣 就是再試不到299 可是我要說認真的 是因為這檔 的那個 數量很juicy 然後加上他又出了很多 那個神域 然後我又放了幾個 鍍金的聖甲蟲進去 所以我現在來講一下 比較正常 比較合理的刷法 來讓你穩定的獲得 呃這個 差不多 那麼多的 碎片 啊當然我們最重要是要 展望魚 那個碎片只是一個參考值啦 好 來介紹一下我的魚圖天賦 那我的魚圖天賦選擇的話 我現在 選這個 這個花園我等下會拔掉 這個花園 我覺得 我現在先把點好 因為我剛來測試 花園到底好不好 我剛來測試 我剛來測試花園好不好 我覺得 應該是沒有很好啊 而且花園變得超強 變得有夠猛了 只好玩啊 主要還是 這邊我可以點這個 點這個吧 好 看看我要點這個 還是點 我點這個啊 好 那這個是我全部的天賦 那 基本上我要跟你強烈 建議說 因為每個人的機體情況不一樣 那 我現在選擇一些機制 可能是你機制不適合 你的機體不適合打了 那就要取決你自己選擇 因為 我們今天的目標就是要在 在展望裡面塞入 最多的怪群 最多的怪物 所以 今天其實很多機制可以選擇 像剛剛有 聊天室推薦我說 你可以選擇 去點這邊 然後開 鍍金的那個 刁落 然後這個東西會加 那個150% 生怪嘛 然後會有100%更多的那個小怪 那雀子也怪蠻多的 只是我覺得不適合 製作打 我剛剛打了一場 一場失敗的 那也有人建議我說 你可以選擇超越 這兩圈 這兩圈點起來 然後地圖起超越 那 我覺得這個東西太花點數 那二藍它本身來說的話 會拖慢滿多速度的 可是也是一個 也絕對是一個可以選擇的選項 所以 然後也有人說 你花這兩點 然後你可以開 鍍金 鍍金深淵甲蟲 那 鍍金深淵甲蟲中暑皆知 深淵什麼都沒有 就是怪 怪 怪群超級多嘛 所以這而且 整個深淵投資下來的話 這其實這邊其他點都沒什麼用 就只有這兩點 所以 顯然來說的話 你玉兔天賦上面 也只需要投資兩點 就可以有那麼多怪群也很不錯 那 總而言之我現在 試了那些策略 試下來之後 我覺得這樣子 對我來說是比較舒服的 你還好可以自己去調整 那我 我來講一下原因 深淵 我試了幾場 鍍金深淵 因為鍍金深淵會生出兩個深淵嘛 那 你基本上要跟著那些深淵跑 那深淵他會一直亂鑽 他有可能會往 反方向鑽 反方向鑽的時候 其實蠻花你的時間的 那如果他會一直出 你有可能甚至你要放棄深淵 繼續往前打 那整體而言的話 我覺得深淵的怪群很多 可是我覺得好像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 像剛剛那樣299就沒有深淵 好 然後 雕落為什麼我會選擇放棄 因為蜘蛛刀 時代不適合 手雕落 手雕落 剛剛有一場就是 四面八方的 就是每一條 每一條線都有 那這個對雕落 這個對蜘蛛話來說很痛苦 我沒有辦法炸到全部的怪 我也沒有辦法 全部顧到 然後打起來 雕落又很 很花時間 這就算已經有158更快了 整體而言 還是大概多花我的 一分鐘左右 那我覺得 今天要做一個戰光域的策略的話 我覺得比較好的方式是 你趕快把這張圖給刷完 趕快換下一張 不需要為了 那個 就是那幾片 你知道 對我來說 200片跟300片 他的收益 就差那真的是差一點點而已 是今天這東西55C嘛 那 差不多200片300片 就是30C跟55C的差距 我真的覺得 沒有必要追求300片 因為今天我們目標是 產出最多的戰光魚 光是戰光魚 可能產個三四個 就可以直接追上一格的價格 那我們希望的是 我們打 越多的圖越好 所以我基本上 我會秉除雕落這個選擇 那同這個道理 超越這個選擇呢 雖然說超越提供了很多的怪群 然後同時他會有這個 可是這兩個必須要一起點 也不可以只點一個 這個可以增加那個 PODO出現怪 惡魔的數量 然後這個可以 讓你所有的地圖都帶有那個 擊殺怪物 有機會 有機會出超越怪 可是整體來說 這個很花點數 那二來 超越怪 我今天是要順便打超兵了 我要順便打超兵 超越怪對我來說 他被哨兵強化之後 花我太多的時間了 我覺得不適合 可是我覺得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獵手職業的話 可能這個會比較適合你 那現在我覺得 可能 可能也不錯啦 就看你自己去怎麼試 那我只是跟你講 我不選擇的一些原因 然後一樣 因為 我的地圖也是選 這個天佑俑者 所以我就點這一條 其他地方就是 然後保險箱 保險箱 然後神殿 一樣 因為我們今天是刷屠宅 老樣子刷屠宅 就是應該要點神殿 因為神殿提供的 如果你可以拿到訓解神殿 或者拿到威猛神殿 這些 幫助防禦的 基本上都可以讓你刷屠刷的更輕鬆 而且幾乎沒有負擔 然後神殿提供的怪群 用很多 真的刷屠宅來說 除非今天有特殊配置 不然神殿真的是必點 那因為神殿的位置也蠻順的 所以神域 神域也是我們考慮的 因為神域也提供很多的怪群 然後又可以有效消耗我們的哨兵數量 然後一樣我這邊吹捧很多次了 艾瓦的這個 你的怪你進去穿越的房間 有33%的機率全部都是魔法怪 這個真的超級OP 這個應該說現在還好 之前超級OP 因為之前是進去穿越的怪 必定為藍色 然後現在被消耗到剩下33%了 好 所以這個很強 我會推薦大家就是你艾瓦可以去 累積多一點之後 去點這個 然後把這個打一打 那現在我艾瓦其實也差不多快花完了 如果花完的話 你就可能還要再去用6分移 艾瓦怎麼偏啊 艾瓦用這個6分移去 因為這比較貴 這個好像一個差不多 這一個好像差不多30-40C吧 所以等於說開一次艾瓦任務要10C 這個就看你自己考慮 可是原則上來說 你今天要抓這個戰況欲策略的話 是不能少艾瓦的 因為艾瓦提供的怪群是所有大師最多的 然後大師任務來說的話 這邊這四個嘛 基本上能夠提供怪群就是艾哈 然後艾瓦跟那個 那個斯拉大師 那真的要 這兩個跟艾瓦比起來的怪群真的差太多了 所以我今天覺得要做這個策略的話 你如果艾瓦打光的話 可能要去買6分移 去TFD上面買 好 然後其他的點數 這個就是廢話 廢話我們點一個戰望 因為我們是用原生戰望鏡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有效果的 那這個我選 這個也可以點 這個也可以點 可是我選擇 因為這個是直接出現那個 這個會直接出現那個 圖被點戰望欲啦 我覺得也可以啦 也可以點 可是一樣 就是因為太花點數了 所以我先不考慮 可是我覺得這個 如果你今天 這個地圖蠻難賣的 可是我 如果你今天自己會打5欲 你自己會打5欲 我覺得 OK 對,超瓦的房間也有一個基本的收益 像110C 所以我有點這個 點這個 你如果想要的話 你可以再點 點這兩個 不過因為我覺得超瓦來說的話 不是我主要的收益啦 不是我主要的收益 所以我現在點數上 忍痛把這個給 先不點 好 然後再來講其他的 就是我剛剛主的 神殿神魚我都講了 那就是裂痕 裂痕也是我設計 第一次嘗試裂痕的策略 那現在試起來的話 我覺得裂痕真的蠻棒的 因為怪物很軟嘛 裂痕的怪物很軟 然後你剛好可以解一下挑戰 然後 整體來說的話 你鍍金的裂痕 他的價格也不貴 鍍金裂痕都打光了 好,鞭花 鞭花裂痕根本幾乎都完全沒降 那鍍金裂痕 基本上也就是 沒超過10D的價格 所以 真的來說的話 我覺得打裂痕來說 他是一個很便宜 然後又可以提供很多怪群的選項 然後又可以提供很多怪群的選項 缺點是什麼呢 缺點他就是跟聖淵一樣 幾乎沒有提供你任何的收益 因為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基本上不是出夏烏拉的話 其他那個 出那個什麼艾許什麼 那些 根本就連剪都不想剪嘛 因為那些幾乎都完全沒降嘛 所以我覺得他比聖 而且他又比聖淵 又更花點數 所以今天是因為 他真的提供的怪群太多了 然後他鍍金裂痕 又很便宜 所以我覺得可以適合加入這個策略裡面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聖淵刷頭的話 我覺得他並不值得 除非你是開季 再專門刷夏烏拉 因為開季的夏烏拉很貴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特別講一下這個點 抱歉 這是黑暗谷吧 這個中文叫黑暗谷 就是那個 精怪在你的地圖裡面加一個 額外的一個 數理詞 欸你會想說 這東西不再加自己難度嗎 確實 這東西會增加難度 可是別忘了 這些數理詞 它其實就跟以前的 3.17的概念也是一樣的 這些數理詞都會直接加那些精怪的數量 跟那個 稀有度 那因為我們今天就是把 怪群塞滿嘛 那我們還要增加它的物品 數量跟稀有度 所以點這個 可是 如果點這個會讓你的 打起來更有壓力的話 那我會建議你不要點 然後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我有 我有開季 這個東西可以讓我偷到 更多我想要 呃 我想要 不一定想要 像那個刺客讓我飛來飛去 就是可以讓我偷到 偷到瑕疵啦 可是這個就是可有可無啦 因為我畢竟不是獵手流派 這比較可有可無 如果你是獵手流派 那這個就是必點了 好 然後就是一些裂痕的點數 這個我就不細講了 反正那些裂痕點 裂痕點就是 基本上是綁在一起的 基本上都都在一起點的 其他就是一些老生常談啊 然後就是展望 然後這裡 因為我們是用開原生鏡 我們只要這三點小點就可以了 這三點小點是那個 額外獎勵類型 然後 然後選藍王 打藍王 然後六分一 好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我還要講什麼 我還要講那個 那個 開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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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甲蟲戰 我選擇現在是使用 神域甲蟲 跟 尊師甲蟲 然後保險箱甲蟲 然後另外一個 最後就是那個 裂痕甲蟲 基本上就是這四種 那這四種的話 我會推薦你 如果 這個上去 像是今天這個 我剛剛有查嘛 那個 鍍金的 保險箱是 13C 那這個是 7C 那這個原則上來說的話 你在TFT買 不可能是13C 差不多可能是15 16C 那這個也差不多 89C 那差不多一倍 那整體來說 差不多 鍍金甲蟲 鍍金的保險箱甲蟲 跟 圓花的保險箱甲蟲 價差是一倍的 可是差距是什麼 差別就是 四個箱子 跟五個箱子而已 所以你就可以想想 你是拿 9C 8C的價格 來買 一個保險箱 地圖裡面的保險箱 這件事情值得嗎 你可以自己 思考一下 那我目前來說的話 我覺得 這個 並不值得 就算真的有賺 他也不過了不起 就是賺個2-3C 所以我覺得 不需要去追求 每一個 甲蟲都弄到途徑 我覺得圓花 或者是 撫鏽都可以 然後 尊師甲蟲 尊師甲蟲 尊師甲蟲我 其實不確定 他到底 尊師甲蟲跟鍍金尊師甲蟲 到底 怪良會不會有差別 因為我覺得是有 我覺得有 我覺得應該有 那不過就是 因為我不確定啦 反正就是把這個 我的尊師甲蟲用一用 用完之後 我才會再去買 再去買 我可能就在這邊買一些 圓花跟鍍金的 那 神域不用講了 就是一個 很時代的一個選擇 不會錯的一個選擇 提供一個很穩定的怪群 然後有一個基礎的手 收益 就是一歲 然後 剛剛有講的 裂痕甲蟲 因為裂痕甲蟲太便宜了 那基本上我會建議 裂痕的話 裂痕 不要打圓花了 去打鍍金的 會更好 只是我的鍍金的 被我打完了 然後 我的六分一的選擇上 來說的話 好 現在是 好 這個我們最主要要收的 一定要收的 六分贏 就是這個 你的地圖 會出現一個 沾望之進 這個在 TFT上面的價格 如果你不知道 TFT怎麼收 怎麼收這個 這個的話 這個在羅盤 BUG 然後是羅盤這邊 你把它點進去之後 然後你在這裡收 沾望 這個值 你可以看到 這差不多 這個是另外一個 這是那個 綠 那個獎勵 比較快強化 這個 三個 所以這個一個平均 一個是50DH 所以是一個50D 那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開一次沾望 大概是12C 這個差不多開一次沾望 是12C 那如果我們今天用地圖來開的話 是16C 所以整體來說的話 我們每一次開沾望 他可以幫我們省4D 那我會推薦你去買 呃 你如果真的懶得買的話 我其實覺得 現在的價格來說的話 你 因為這個變貴了 以前是很值得的 因為以前 沾望之盡 我記得好像差不多是2-30C吧 那 不可能用地圖移開 呃 不可能用地圖移開 一定全部都用6分移開 因為那個 價差太多了 價差幾乎是 可能到3-4倍了 可是現在 因為我剛剛講的 現在很多人開始轉行 轉行來刷這些沾望域了 因為目標就是要提供 提供這些沾望域 給那些的無域 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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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u 獵 所以我現在來做的話 我覺得 你如果懶的話 其實你可以 直接更開這個 然後你這邊可以再 多篩怪群 也是可以接受了 好 然後其他地方的話 我覺得這邊其他就是篩 怪群就可以了 可以依照你想要的 你想要增加你的額外收益 比如說你可以去加那個 裂痕必定為夏烏拉 或者是你可以...我應該有哪個 有裂痕必定出現夏烏拉 然後有那個... 這個地圖會給那個... 地圖在你的地圖神域 會掉落額外的通過碎片 然後你的地圖Boss 會掉額外的神域碎片 這些都是可以考慮的選項 然後這個... 必定出現夏烏拉 你的裂痕在你的地圖裡面必定出現夏烏拉 然後會出現額外的 反正就是這些可以增加你收益的東西 都是可以選擇的 那大概就這樣子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因為我...說句老師話 打這個其實蠻好玩的 可是...有點累 我還是覺得打王好像比較好玩 然後我現在都已經早上... 早上到6點了 我現在已經開始胡言亂語了 好...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啊...累死了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就不用下次再見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